所以大家需要注意 这个带状抛枕发生的话 肯定会给你身体带来很多的痛苦 但是一旦要得到这个带状抛枕 这个疼痛 它怎么缓解它 有没有明的一个方式方法 那么得了带状抛枕 尤其是颜面部的带状抛枕 要看皮肤科 我们一定要去研究 这是不能耽误的 那么我在这里只是介绍 一下我们缓解疼痛的方法 就是我们都知道有梅花针 对吧 你用酒精棉把它消毒 然后轻轻地扣肌换部 这时候你再用一个火罐 把它拔上 用哪疼拔哪 拔上 拔上以后 把它再取下来 这个疼痛就会很明显的缓解 如果疼得受不了的时候 你晚上你做这么一次治疗 你这一宿可能能够 踏踏实实睡个觉 除了梅花针之外 那有的地方它长在这个 比如肋骨这儿 是 它不好用拔火罐 我们常用针灸的办法 这一块疼呢 我就用几根针这么平次过去 给它封闭起来 然后醒一会针 拔下来 它疼痛也能够减轻 我们常常呢 有时候也吃一些中程药 治疗这个病 有个药叫 圆弧止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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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圆弧止疼片呢 是两位药 穿链子和圆弧 这个圆弧止疼片呢 也有些止疼的作用 也能够缓解疼痛 这其中有圆弧 圆弧这位药呢 是活血止疼药 这个药呢 现在 美国科学家才发现 这个圆弧里边 有一种成分 是可以不引起人们 依赖的一种止疼的成分 哦 比较安全 比较平和 它不会形成那种依赖性 是 还有呢 老年人岁数大了 岁数大了以后 他的疼痛 他的后预神经疼 会延长 而且疼痛的 这个痛苦的程度 嗯 会强一些 会重一些 是因为老年人气虚 嗯 他的气 无力去推动血液运行了 年轻人不怕 就是说刚才我们说了 是气质 血瘀 嗯 造成的疼痛 这时候 我们吃圆弧止疼片 也可以 但是我建议大家 用生黄旗熬点水 比如你吃三十克 生黄旗 是吧 你把它煎成水 煎成 二百毫升水 嗯 然后你就用这个 生黄旗水呢 用这个圆弧止疼片 这样吃呢 它可以 义气 活血 化瘀 这样达到止疼的目的 哦 那这个圆弧止疼片 还蛮神奇的 最重要的是 它是没有这个 药的依赖性 那这个圆弧止疼片 可不可以把它当成一种 我们常见的一些 疼痛的一个 止疼的替代品 嗯 不是替代品 嗯 就是说它呢 是一种止疼药 是 它不仅仅用于 带床泡着 是是是 比如头疼啊 痛筋啊 还有这些 疼痛的病 都有都可以 反而是由于 气质血淤 而引起的疼痛 它都可以治 健康到提示您 带床泡疹 带来的疼痛 可以在专业人士的 帮助下 使用针灸和 把火罐进行缓解 也可以服用 圆弧止疼片 气质血淤 较为严重的患者 用黄芪 煎水送腹